我跟老公都是85后无普通本科毕业自由职业 老公重点大学本科毕业在一家大型企业担任要职 我们在沿海是八线小城市 近几年家庭年收入将近百万 前几年我的事业比较好赚的比较多 家庭收入大概是我其他三 疫情后我的事业一年不如一年 老公则因为在朝阳行业 收入越来越多 去年跟我基本持平 但是我的收入已经肉眼可见的减少 他的收入在肉眼可见的增长 而且随着年纪职务上升 能看到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我们结婚十年有个儿子今年刚上一年级 因为老公工作很忙 所以我也逐渐把自己的重心转移到孩子身上 变成我管家他打拼事业 因为想着就算老公一个人工作 也基本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 我们都是本地人 爸妈都是老实的农民对我们基本没帮衬 完全是靠自己在我们这个市买了两套房子 两台车 没有贷款 我和老公是自由恋爱结婚时 年纪也不小了 当初就是看中老公踏实肯干 能给我安全感 确实结婚十年来 老公一直对我疼爱有加 工资发了一分不少转给我 对自己很抠门 对我却很放纵 家里好吃的好用的都先紧着我 我喜欢的都随我买 比如我喜欢买奢侈品 美容护肤也是几万几万的办卡 相较而言 我老公基本不需要用什么钱 手机用我换下来的 车也是开我换下来的 衣服是公司发的制服 吃饭是在食堂 邮费单位报销 平时也不出去交际 基本上零开销吧 所以我也不给他零花钱 他一直用超市十几块的剃须刀 有一次我说给他买个千八块的 他孩子也不要说十几块的挺好的 能感觉到老公很爱我 也很包容我 从谈恋爱到结婚 我们吵架 我没有到过一次亲 没有输过一次 都是老公心低头 他对我爸妈也很孝顺 要什么给什么的那种 家里请了阿姨 平时做家务接孩子 都是阿姨做 我只要放学后 负责带孩子辅导作业就行 平时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比如跳舞健身 跟小姐妹下午查理由 老公这几年 处于事业上升期 基本上天天加班 有时候到家都后半夜了 夫妻生活一般吧 就是我也没多大兴致 老公要求 隔天我感觉一周一次差不多了 毕竟老夫老妻了 说了那么多 我就是想说 我们夫妻安爱家庭幸福 生活还算富足 就是完全不具备出轨的条件 但我还是出轨了 跟阿姨是在散步时认识的那天晚上 朋友因家庭所事 找我聊天 我们就在家附近的公园 边散步边聊 当时阿姨在公园里做运动 散步时看到他好几次 就随便搭了几句话 后来朋友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公园椅子上休息 他过来又加我微信 然后我问他几岁 发现他居然比我小一轮 哈尔滨人刚刚大学毕业 在这所城市工作 可以说当时的我完全是 出于一个中年少女的好奇心 加了他微信 我随便说了个假名字 年纪就说比他大一岁 因为在晚上又戴着口罩 所以他看不清我 鼓起也没怀疑 加了微信没几天 我因为工作需要出差大半个月 然后在那大半个月 我们没日没夜的聊天 感觉安对我挺上头的 我因为有上帝视角 知道这是没结果的 所以感情上把控得很好 就当是无聊打发时间 在他面前扮演一个单身未婚 可爱的小女孩 跟他谈恋爱 我叫他哥哥 他叫我宝宝 也没觉得有什么代沟 聊得很欢乐 那半个月后我回家 我们又见面了 他偷偷牵了下我的手 我紧张地发抖 毕竟以前也没干过这种事 第一次我不想跟他接触过多 20分钟后 我就借口有事要走 离开的时候 给了他一个浅浅的拥抱 他却很用力地把我抱紧 像要把我揉进他的身体里一样 不免感慨 年轻真是有活力 后来又陆续见了几次 基本都是在晚上 散散步时间都很短 不超过一小时 再后来他已不满足于晚上见一小会了 想跟我正常地去吃饭 逛街看电影 可我们这个城市那么小 我怕遇到熟人 也怕白天见面被发现真实年龄 毕竟谎报了十几岁 保养再好还是心虚 所以一直推脱 聊了将近三个月的时候 我们才在白天见了一面 一起吃了饭 看了电影 还抓了娃娃 艾米一直夸我漂亮 温柔可爱 又白又嫩 感觉一点也没怀疑我的年龄 可是第二天早上就被我老公发现了 因为抓娃娃的一个票据 我老公又查了家里监控 发现那段时间我对他撒谎了 最后查我手机聊天记录 又发现了安起床后发给我的几段情话 说他很喜欢我 很爱我 感觉找到了生命的另一半 想跟我一起在我们城市定居 会好好努力之类的 老公很崩溃问我们发展到哪一步了 我老实说了 老公也自我检讨 对我陪伴不够 说以后会多陪我 希望我珍惜家庭 不要一错再错 我说我对安其实没上心 就是无聊 找个人聊天 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随后我就跟安坦白了 我跟他诚恳的道歉 说我们之间到此为止 是我不对我骗了他 我有家庭 有老公 而且我老公也发现了 我不能再跟他在一起 一开始安不相信 以为我是恶搞一下 让他哄我 后来看我说的严肃相信了 但是他说不愿意离开我 已经爱我到骨子里了 离不开我了 希望我们还能跟以前一样 他不建议我有家庭 他爱我 愿意做我背后的男人 他永远是我的哥哥 我不开心了就去找他 他可以一直陪我 我态度坚决 一直说不行 然后他就一直哭 说为什么 你说结束就得结束 我不同意 说还是保持现状 你有空了就找我 我不破坏你的生活 我们可以少见面 说不是你的错 都是老天的错 让我们错误的认识 就这样听着他边哭边聊了一个多小时 他无非就是 请我保持现状 不要那么快离开他 听他哭得伤心 我也心软了 就想暂时这样维持吧 可能他现在想不通 明天就想通了呢 然后我问他 我老公如果又发现了不要我了怎么办 他说愿意娶我不会让我两头落空 他愿意永远做我的接盘侠 不管我几岁 接下来几天我们换了联系方式 仍然继续聊天 又聊了半个月 我发现他非但没有慢慢抽离 感觉更上头了 而我自己挣扎在老公跟AM之间也很痛苦 本来无忧无虑的我晚上熄灯后会流泪 会想我跟老公还能白头到老吗 其实我并不想背叛老公 就是想拥有一段甜甜的恋爱 对AM也说不上很爱 本来一开始就是为了打发时间 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让我很崩溃 所以我又跟AM提了分手 他又哭着求我不要离开 我态度坚决和他冷战了几天 然后他每天给我写很多很多小作文 就是各种喜欢我离不开我 没有我 他像行尸走肉做人都没意思了 看他难过我也挺不好受的 心想算了 算了就这样吧 世界崩了也就崩了 两个人好好在一起吧 能过多久就过多久 不要去想太多 所以一番折腾后我回他 和好吧以后不闹了 我们也讨论了一下 万一我真的离婚 他能不能接受我 他大概知道我目前家里条件还可以 就觉得跟我在一起不一定能给我同等的生活品质 他愿意娶我 而且又跟家里人通过气 说自己能做主 就是怕我以后过的苦会恨他怨他 我说我能自己养活自己 他就说保证会努力之类的 一开始我想着他肯定还要找女朋友的 也一直鼓励他找 但后来慢慢的我就要求他 永远只能爱我一个 不允许有别的女孩子 交往大半年的时候 我们还闹过一次分手 那次他回家探亲 总是说忙着走亲戚 回我信息很慢 我不高兴 晚上鬼使神拆地上了默默 发现他那两天都登陆过 只是登陆倒也没做啥事 我记不打一出来给他留言 发了他登陆的截图 说了狠狠狠觉得话 说他就是个垃圾人渣 觉得他超级恶心 我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他 然后把所有联系方式拉黑 没过多久他就用他爸爸的手机 同学的手机 各种疯狂发信息打电话 拉黑一个再换一个 那时候我老公还在旁边 我怕他怀疑就通过了其中一个联系通道 然后就是他各种解释道歉求饶 我各种不依不饶 其实这次我是真的下定决心不要他了的 可他各种死皮赖脸的求饶 哄了四五天 然后我又莫名其妙地原谅了他 每次我闹脾气 他都能完美地哄好我 不得不说他口才很好 之后他的手机对我完全公开 我随时都可以查 目前也没发现有什么不悔的蛛丝马迹 有一次我跟他说我跟我老公第一次见面 他就把工资卡给我了 阿姆就说自己虽然赚的少也愿意把工资卡给我 不过我也没有也就看个态度吧 目前我们就一直甜甜的谈着恋爱 每周建议一两次一起吃吃饭 逛逛街或者找个咖啡店腻碗一下午聊聊天 因为我的坚持我们一直没有发生关系 可能是心理的底线 我不想走到彻底背叛老公的那一步 有好几次差点擦枪走火我都及时杀主车了 其实很多次他只要强硬一点就会成功 但是可能怕我生气一直忍着 现在我对这段关系比较困惑 不知道何去何从 情绪价值方面 俺肯定是给的足足的 一直夸我啊把我美的 虽然我比他大一轮 但在他心里 我一直是可爱的小姑娘 甜美的小可爱 金钱方面 他自己说年收入15万 但是据我所知 他这个岗位这个年纪差不多是10万的样子 有可能为了面子对我虚报 我们都花的不多一开始出去所有开销都是他承担 也不多一次三四百但是考虑他才工作 收入也不高后面半年出去 我有偶尔买单 不过还是他付出多 礼物上他会送我花 鞋子 不贵就单价几百块 贵的就买了一个派给我看电影用 我也会买几百块的东西给他回礼 加起来几千吧 礼物方面差不多持贫我略少一点 对钱我一直抱着给男人花钱 就会倒霉八辈子的观点 所以一直只对自己舍的 我对他隐瞒比较多 比如我的家庭情况家里地址他都不知道 他经常想买东西寄给我我都拒绝 不过有时候我去跳舞健身护肤 会让他订好外卖送到店里 有一次我问他你怎么都不问我的情况 他说你不说总有你的理由 你说我记着 你不说我也不勉强 我只想好好爱你跟你在一起 其实他如果真问了我想我应该会说的 感情方面他目前只有我一个女朋友 也没想着找其他人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跟老家的亲戚朋友视频还会让我跟他们见面 最近他说想在我家附近租个房子 方便我有空的时候去找他 以越来越频繁地表达想要跟我发生关系的欲望 但我老公管我有点牢 而且他心思细腻 脑子也比我聪明 我虽然不傻 但是搞脑子绝对搞不过我老公 所以我如果要出去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要进得起查证 他一般也不查 我但就怕万一查起来 所以我每一步都得走完整 而且我也没有夜不归宿的机会 这一年我感觉老公也更加黏我 每天都要抱着我睡 每天都要亲亲 感觉试经此前一世 他已有点像惊弓之鸟 以前如果我要去吃人均500的餐厅 18线小城市已经很贵了 他都不愿意去只为省这个钱 但现在他会反思或想 很因为人生家庭不富 自己也不会享受生活 让我觉得他没情趣 虽然省钱了 但我不开心 何况我们家也不是没这条件 所以现在外出就餐次数 明显增加 也愿意陪我去吃贵的东西 各种节假日会买花 买礼物 微信也会描回 朋友圈一直有互动 周末也会带孩子辅导作业 让我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 怎么说呢 不能说是完美老公 但90分有了 我也从没后悔嫁给我老公 就是老公有点不修边幅 有周年发福和发际线变高的趋势 不过我也没有在意过这个点 对我们感觉更像是年轻的老公 他是努力勤奋上进 长相上就纯纯的东北 燕门175高 但是很壮 因为长期健身 可以轻松扛起我 感觉难有力爆棚 其实一开始 我对M还是有点意见的 因为他送我的礼物 就几百块钱 他能看出来我的消费水平 第一年七夕 我们刚认识一个月 我想要他表示一下结果 他给我发了个红包 我没有说 我以为里面再怎么样 520总有的 结果过了很久 他说是200顿时感觉自己很受伤 觉得他不愿意给我花钱 还有一次我敢找班机 跟他吐槽 鸡场吃的好贵 都要七八十一份 看那么贵 我都不想吃了 于是他给我发了个红包 我想第一次说他红包 再怎么88总有的 结果说了一看是50 我都欺诈了 转头就回了66给他 然后把他一顿骂说他看不起谁呢 反正闹了很久 这些都是认识的前两个月发生的 后来想想人家也才刚工作不久 而且比我小一轮 我总不能既惦记他的钱 又缠他年轻的身体吧 而且我本来也不惦记他的钱 可能就是掉进 男人喜欢谁就给谁花钱这种思路里了 我自己也想过 跟M且不说年龄的差距以后会怎么样 最好的情况无非就是把跟老公走过的路再走一遍 他的我老公的年纪也未必有我老公的收入 何况他的毕业学校还没我老公好呢 如果离婚跟他肯定会降低我的生活品质 而且作为老公他未必能比我老公做的更好 但是感觉一时又断不了 毕竟他给我无聊平淡的生活注入了很多活力 关于年龄兰一直说我看着比他嫩 我总觉得他是为了逗我开心故意这样说 我开始觉得他可能看出来了但是故意不说 为了验证我特意找了两个网友谎称自己26岁 对方见了我也没对我的年龄产生怀疑 其中那个跟我童年的已婚网友见了我 说要包养我一个月给现金一万 每月提前给一月见一次 其他时间网上联系 我自己三角关系都没处理明白 也不想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就都删了他们 免得我老公看到生气 其实跟老公结婚十年我一直都无忧无虑单单纯纯的 没想过乱七八糟的事也没干过乱七八糟的事 对自己的婚姻也很满意 原来一直觉得自己三观很正 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可能是生命里的结吧 I'm现在年纪还小不到25 我总说跟他一起我成本太高 他是零成本他就反驳 他怎么零成本了 跟我一起他也没去找别人啊 等到他三十多我甩了他回归家庭 他在找对象也难找了 他反而觉得他自己没有退路 我还能回归家庭 对了有一次吵架 我说他对我不够心细 他说他妈妈在他十几岁就去世了 一直爸爸带他 爸爸也没再婚 所以他内心大条 我就想他会不会有恋母情节 不过我们在一起 我也没有说像姐姐妈妈一样 去关心照顾他 他对我的期望就是我开开心心的 做个小女孩就行 所以好像也没有这种倾向 说了这么多 感觉自己真的是渣渣渣 同时伤害了两个人 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怎么样 其实我一直都是清醒的 在清醒中沉沦 我也可以随时离开M 只要我把手机号码换了 告诉他的也只是备用号 所有联系方式删掉 他根本找不到我 所以我一直都可以全身而退 但就是一难评 感觉要被拳王骂 我想告诉女主 你老公人太好 消耗不完你的能量 你找别的男人来消耗你的能量 这是一个方法 但不是好方法 就好像我身体的称科通过药物 通过他眼按摩 其实他仍然在身体里面打转 只有通过自己的运动 才能够拍感觉 让机体健康 你呢 一定是要通过努力做事情 为大众服务 为社会贡献 这才能够洗涤你的心灵 让你的灵魂升级 而跟小仙幼的情情爱爱 只会让你的心灵和灵魂 乘客越来越重 最后很可能突然 你就失去一切